最近港姐冠軍林耀偉的父母 林俊賢與Jasmine之間爆發馬戰 詩緣Jasmine突然接受傳媒訪問 將自己與林俊賢的恩怨情愁都共駐於世 她對林俊賢的指控包括 家暴前妻、幻失中不撫養女女 要求女女驗DNA等等 而林俊賢亦逐一回覆作出反擊 全部否認Jasmine的指控 雙方各執一詞火葬味十足 直到日前 林耀偉在出席活動時首次公開承認 自己在15歲初次見到林俊賢時被要求檢驗DNA 令林俊賢惹來不少負評 指責她說謊 不過一段持續了27年的恩怨情愁 又怎會這麼簡單 事隔幾天 事件又有了最新進展 不過令人猜到猜不到的是 今次受戀林俊賢的前女友Winley都忍不住出馬 要為林俊賢澄清不實指控和討回公道 Winley接受記者訪問時 詳細說回當年整件事的來龍去脈 她承認的確有叫林俊賢驗DNA一事 但原來這並不是林俊賢要求 而是她的意思 Winley坦然 當看完Jasmine的相關報道後忍無可忍 雖然自己與林俊賢已經分開多年 但她就依然非常感激林俊賢曾出現在她生命中 我 如果终求婚伙伴的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